男子当重量枪吓坏了学生 新北市三峡一名灵性男子 跟球场的这名审幸管理员 是有过节 在10号中午他喝得醉醺醺的 拿着剪刀的空气枪 试图想恐吓对方 但是整个过程 都被一旁在练球的同学给执击 报警处理 男子很快地被捕 而且他在落网之后 还要求说想跟阿嬷说话 黑衣男子在棒球场附近 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不仅乱丢垃圾 还拿着一把手枪在手上把玩 夸张的是他还一度 把枪支划套往后拉 做事要开枪 一旁民众吓傻了 赶快打110叫警察 警方沿路追查 果然很快就打听到男子消息 一弯进巷弄内 警方马上就找到人 知道对方有枪 远警们绷紧神经 全程持枪戒备 不敢大意 有没有枪啊 蹲下 包包里没有 男子也不肯说话 这下只好来硬的 要他乖乖把枪叫出来 拿出来 有没有枪 男子吓傻了 最后还是乖乖配合 不过临走前 还不忘当个骂宝 想叫阿嬷帮帮忙 来先上去 我去跟我阿嬷 没关系 原来这一名34岁的 灵系搬家工人 日前曾擅闯球场 破坏公务 遭到球场审信 管理员制止 而他在工作期间 意外捡到这一把空气枪 10号中午 他喝得醉熏熏 想到自己和管理员 有过节就持枪 来到球场试图恐吓对方 再料此举 把一旁猎球的同学吓坏了 赶紧打电话 报警求救 警方后续清查 发现原来这一把枪 其实早就泄了气 根本无法激发 就算如此 夸张行径 还是被依恐吓工作罪 带回送办 现在就连自己 最爱的阿嬷 也救不了他 记者三文人张志奎 新北市采访报道